另外新竹县的这个22岁的毒虫 之前就因为毒品案被关了 才刚刚出狱的同一天 早上出狱下午到超商买东西的时候 竟然又手痒了连续袭击女顾客跟女店员 结果呢两个泳女秦郎 警察来到了现场之后 再把他扭回警察局去 穿着白衣身材瘦高的平头男子 被女顾客用安全帽挡在门口 怎么样就是不准男子离开 女店员看到状况不对 上前查看 就在双方僵持之下 男子顺手又摸了女店员胸部 女店员当场吓得花容失色 女顾客会拿着安全帽吓阻男子 就是因为当时男子一进到超商 看到身材苗条的女顾客 当场色性大气 伸手就从背后抓了胸部一把 女子被突如其来的闲珠手吓坏 当场跑到外头拿安全帽准备打男子 顾客就很惊讶地拿了安全帽 就把那个嫌犯挡住不让他走 然后呼叫这个地人 所以这个有人习凶 结果这地人过来的时候 也被那个 那个马贤也摸胸部 年仅22岁的嫌犯 上个月27号才因为毒品案 服刑其满 早上才出狱 没想到下午就来到新竹这间超商 习凶被逮个正着 远景到场时 男子当场跪地求饶 男子才刚出狱 竟不知悔改 连续对两名女子习凶 就连远景都忍不住大骂 现在法院依违反性骚扰罪 将嫌犯处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看来嫌犯又要回监狱 好好反省 中天新闻何孟谦 蒋成慈新竹报道